好 接下来两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立将军 我们先从这个中东的情势来看 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有说 他们遭到来自黎巴嫩的火箭袭击 而且频繁响起防空警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芬兰的F35 因为这个工业大厂派翠亚 即将要跟美国的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F35包含了发动机产线跟保养修理 还有翻修的设施将会在这个芬兰进行 这个芬兰这个F35在那边设维修厂 就代表美国的邪恶 为什么这些飞机你想芬兰 挪威这些国家 把他旧款的F16给乌克兰以后 他会买什么飞机 他就是用F35 他把他旧的飞机送给乌克兰以后 他自己去买新的飞机 那从这件事情 芬兰在这边设这架F35的维修厂来讲的话 就很明白就是他接下这笔大单 抢下这笔大单 不管对芬兰来讲或者是惠普公司来讲 他们都赚到一笔生意 就是旧的飞机淘汰掉 现在换F35 但是他比较以为说是去帮乌克兰打仗 这个伤人都没有盘算 盘算最后还是他们自己怎么样来赚这个钻票 那中东来讲 我觉得以色列现在来讲 可能是骑虎难下 现在来讲加沙那边问题他还没解决 那现在郑部长对他发起攻击 郑部长这种攻击会很可怕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的武器很旧 他叫克丘沙这个火箭 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箭 非常旧 但是可怕就是大概旧 他打不准 他打不准的话 他乱飞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飞到哪里 他平平去他也给你飞 大城市他也给你飞 可是问题他数量很多 他有一万五千多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以色列怎么去防范珍珠岛 对不对 他这么大庞大的这种老旧的武器 他人家讲说乱拳打死老师傅 现在就很明显的黎巴伦政组长 我所保以老权 就是我这个老家伙就开始去揍你 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现在面临两线开战 其实是很困难的 还有一个部分 是沙特6月9号已经宣布 不跟美国续签所谓的石油美元协议了 当然石油美元这个词 已经正式划下终点 也代表50年的石油美元时代 正式结束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石油美元协议其实从1974年 就已经正式来签议 确定把这个美元作为石油计价的货币 当然美元因此就成为国际市场上 经济体的必备货币 还有就是全球外汇储备的重点货币 好接下来呢 如果这个石油美元协议 现在不续签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石油美元时代 已经正式结束了 恐怕也会让美元脱钩黄金之后 现在又在跟石油脱钩 那全球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我们那个欧洲是7月5号要开始生效了 对 要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增17到38%的税 那要求中国提出对案跟欧盟来谈 所以我们不知道中国要提出什么对案 不过一般预期是必然是关税报复 就是恐不平衡 那中国大陆大概会去详细的 针对不同国家提出不同的关税 让你自己想清楚吧 目前传出来的是猪肉跟煮制品 因为这两项很明显是打到西班牙跟法国 因为就是这两个国家主导的 那土耳其今天已经宣布要 对中国的电动车增40%的税 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 因为它也没有那么重要 那德国现在还不知道 那白兰地也还不知道 因为这两个会更严重 就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对德国的豪华车 加税 那对法国的白兰地又重新再来加税 那因为欧盟那个定的范围太大了 17%到38% 各国到时候具体实施起来会不一样 比如说德国 德国它最多就是加17% 因为有很多那个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车 这根本就德国公司做的 所以它等于是打到自己 那有一些国家根本就反对了 比如说匈牙利 还有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不在欧盟 就是说 基本上有可能得到中国投资 这个电动车 不管零组件或者是汽车厂 或者是电池的国家 就会对这个就是不太愿意配合了 可是因为这个是欧盟的决定 各国落实起来 会不会7月5号之后 然后有一些国家 就是不愿意配合 比如说匈牙利 然后欧盟怎么办 我认为一定会有这种国家 因为中国大陆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它分不同模式在处理 比如说对德国 他可能就只选择豪车来处理 那对法国西班牙 就用农产品来处理 那对于某一些国家 他可能会承诺 我后来你这边投资汽车 或者投资电池 那让他对这个就打退堂股 因为欧洲现在很乱 就这个东西通过之后 搞不好隔没几个月 冯德莱恩就下台了 因为冯德莱恩的改选是7月 然后把柯宏搞不好他就输了 就左右共治 那搞不好那个新的总理 就是国民联盟那个总理 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坦白说 这个变数蛮大的 可是因为他的day line定在7月5号 所以中国大陆还是会做一些回应 那反正这种关税 随时都可以调整 所以这个不是大问题 石油美元这个才是大事 它会影响到世界的金融 对可是它的冲击不会那么立即 它会慢慢慢慢散开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1974年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当时为什么美国跟沙特可以做交易 因为美国提供安全担保 然后美国也是石油的最大买家 那目前沙烏地阿拉伯已经 不需要美国了 因为石油最大买家是中国 那第二个是 它跟伊朗的矛盾已经不见了 所以它的安全担保没有那么迫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沙特来讲 它当然是希望能够地缘政治 还有这个市场的多元化 可以更有弹性 那因为中国大陆买了 沙烏地阿拉伯 百分之二十六的石油 那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金砖国家要通过一个非美元支付 所以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愿意用美元 来买你的石油 26% 我们现在不知道中国 大概要删减多少了 比如说我是不是26% 我都不要用美元来买 那这个就会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额度是会多少了 不过中国大陆已经在做动作了 因为它最近几天已经传出 它从沙特的石油的购买在减少 我认为它是在对沙特施压 就说我不要用美元 那你自己看着办 要有多少比例 可以让我用人民币来购买 那因为中国跟沙特的贸易 其实蛮多的啦 事实上沙烏地阿拉伯对中国是粗糙 跟中国粗糙的国家很少 沙烏地阿拉伯是其中之一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中国大陆一定会想嘛 说我要多卖你一点东西 我们可以来底调嘛 那就是你是不是基建啊 工业制品啊武器啦 所以有可能会是这样发展 那主要的是大家要观察 会有多少国家跟进 因为它毕竟是OPEC Plus的老大嘛 它跟俄罗斯都是老大啦 那俄罗斯已经完全停止美元跟欧元的交易了 所以接下来轮到会有多少国跟进 那我认为它只要开始做 那阿联酋跟卡达都会跟进 卡达是天然气交易 那这个委内瑞拉跟伊拉克就不用讲了啦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美国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效应 是整个 因为他们这个集团占了40%的石油交易 那如果40%的石油交易 有比如说10%啦 不再用美元啦 那当然就会影响美元的贸易的比重 可是这个不是容易的事啦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币在全世界并不是那么好用 很多国家要买东西 它不是只买中国啊 它要再跟全世界做交易 所以为什么美元会变成强势货币 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全世界都有接受 可是很多国家不一定愿意用人民币啊 比如说印度 可是有些国家会跟印度做贸易啊 所以怎么办 它可能还是必须要用美元 所以 所以我认为要过一段时间你才看出 大概影响有多大啦 因为美国现在占全球贸易 贸易货币的比重 美国现在还是占全世界56% 还是很高啊 还是很高啊 所以要观察一下 我们下注一点点 看人家也要做得比重 我们下注yk宝 这分钟 是有些能力的 我们下注 这段时间 一段时间 其实